7月31日,在金融股尾牌发力的背景下,A股收红,终结了四联姻,都说五穷六决心翻身,但对于大多数股民而言,7月能不赔,已是不错。 7月31日,沪山两市成交总额2731.13亿元,创2月14日春节前一交易运耗心低,市场量能有多惨,为盘两极央体改革,股的逆袭便能说明一切,一直是由改股大进华科,五穷一度大跌近9个点,14.45分。 在吉比大丹呆动下,该股迅速拉升大涨并封死涨停,盘后龙湖望显示,知名由思乔帮主的席位位居满意,不过他只买了795万,买二更是只有200多万。 这个量能也就相当于大进华科全铁量能的十分之一,基金选择违判突袭,主要可能是考虑高压比较小。 此外,央体改革还是市场主流,资金选择了有改活跃古大庆华科。 毕竟有改容易,越洋新厂已经两年版,大庆华科拉板也合情合理。 在大庆华科拉板后,另一只午后大跌的央体改革古国头中鲁,从跌7个多点突然爆拉,一度也触及涨停。 不过尾盘被砸,最终收到6个点,国头中鲁龙虎榜显示,今天买一总共财保了200多万,100多万都能登上龙虎榜,市场量能可见一般。 尽管大庆华科,国头中鲁尾盘大长腿游资质不多,但却对其他国改股起到了整体带动作用。 尾盘中成股份,湖南天燕等一度暴跌的前期国改龙头集体拉升,跌幅收缩了不少。 尽管国改老龙头湖南天燕等表现不行,但今日涨停榜上,最强的依然是国改概念股,天津松阳,太荒库奔,西长电力,凤凰光学,大庆华科,月阳新肠,宝钢包装,智信电器等多股涨停。 其中月阳新肠走出了两年版,今天国改涨停股,资金却金有了新方向,那就是昨天国资卫召开的国改吹风会,会上了中国电科,国家电脑,国家能源集团,中国豪武,中国月阳海运等央企介绍,重组整合和改革等方面,都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经验。 今天开盘一字赏停的极致央起改革,股都属于上述餐会企业欺下公司,例如宝钢包装属于宝五钢铁,西长电力,智信电器数国网欺下,凤凰光学属于中国电科欺下,这些股都有一个共同特征,即股价低盘子相对较小。 相反,这些摊会央起其下,其他上市公司,股价几乎没啥表现。 国企盖还是市场未来的主要进攻方向,只是龙头会反复切换,这主要取决于消息面。 今年的A股有点反常,今天一个新闻很火,趁中国最火消费降级,是吃茯苓榨菜和二锅头上拼多多,前几年还是消费升级的概念,茅台,五粮液,进口商品。 而今年生产二锅头的顺心龙液,和生产榨菜的茯苓榨菜的涨幅,远远超过茅台五粮液,两指今年以来的平均涨幅竟然超过了100%,顺心龙液今年二月最低顶以来,股价也飙升了200%左右,茯苓榨菜股价更是两年暴涨230%时,消费涨及概念暴涨,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。 7月已经过去,今年前几个月,不光小散,基金整体表现都不是很好,很多基金净值跌了百分之十几二十,除了股价低迷因素,类似潮生生物这类的黑天鹅,也让很多基金一巴掌枪。 今天有个关于黑天鹅的段子比较火,再次分享给大家,今天有消息称,目前CDR中国存妥品证的八型工作暂缓,等待市场和红光环境回暖再做推进。 包括小米,阿里巴巴,京都在内的手臂八型CDR企业,西宝剑工作目前被搁置,暂停CDR客观善对次新股市利好。 不过要辩证看,最近不少高位次新开板后都是连续大跌,例如昨日明的生物开板跌停,今天又大跌近九个点,今天光纤独角受长飞光纤更是坑跌,开板从涨停到跌停,很多人吃了二十个点的大面。 相反,部分前期调整幅度很大的刺新,今天已有只跌起稳迹象,未来题材方面,还要关注年终经济会议,有哪些最新指示,今天尾盘,央体改革,乡村振兴,再串谷等题材有资金潜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